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和菲律宾互相指责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发生碰撞事件 乌克兰回顾 俄罗斯对哈尔科夫邮件中心的袭击造成6人死亡 葛达埃外日本的母公司只在建立一个全球豪华食品集团 对于卢旺达中国夫妇来说 语言和文化不是爱情的障碍 中国希望在各个领域加深与海湾国家的合作 请大家收看 中国和菲律宾互相指责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发生碰撞事件 CNN 中国和菲律宾相互指责在南海争议地区发生碰撞事件 菲律宾当局表示 一艘中国海警船进行了危险的阻挡动作 导致一艘携带供应品前往仰光暗杀的菲律宾船只发生碰撞 中国指责菲律宾违反国际海洋法 威胁中国船只的航行安全 这两个国家在争议水域最近发生了一系列对峙事件 两起碰撞事件中没有报告任何人员受伤 乌克兰回顾 俄罗斯对哈尔科夫邮件中心的袭击造成6人死亡 彭博社 俄罗斯对乌克兰最大的私人邮政公司 Nova Pashti的一个配送中心发动了导弹袭击 造成6人死亡 16人受伤 这次袭击是由克里姆林宫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的 根据英国国防部的消息 俄罗斯最近对阿富基夫卡的袭击导致俄军伤亡人数显著增加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形容克里姆林宫军队所遭受的损失为惊人 乌克兰一直在使用美国提供的名为A-Tekans的远程导弹 对战场产生了重大影响 葛达外日本的母公司旨在建立一个全球豪华食品集团 日经亚洲 比利时巧克力制造商葛达在日本的分支机构 葛达外Japan计划扩大其产品组合 包括传统的日本甜点 该公司希望发展成为一个奢侈高端食品品牌 并计划在东京建立一个全球奢侈食品集团 葛达外Japan隶属于控股公司Orchid 该公司还拥有比利时巧克力制造商Pierre Marcolini Group 并且由总部位于首尔的投资公司NBK Partners 持有大部分股份 Joe Chan表示 公司希望与日本的本土食品建立更多的合作关系 对于卢旺达中国夫妇来说 语言和文化不是爱情的障碍 南华早报 中卢夫妇在跨国婚姻中面临着各种挑战 包括文化差异 语言障碍和宗教分歧 然而 许多人找到了爱情 并共同建立了成功的生活 一些中国人移居卢旺达开展业务 而卢旺达人则在中国接受教育 这些夫妇得到了家人的接受和支持 但中国的公众舆论可能不太友好 尽管面临挑战 跨国婚姻中的人们相信他们的关系是值得的 中国希望在各个领域加深与海湾国家的合作 陆透社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表示 希望加强与海湾国家在石油和天然气合作方面的合作 并探索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潜在合作 在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官员的会议上 王文涛强调了产业合作的重要性 以促进稳定和顺畅的产业和供应链 北约上将表示 中俄关系的增长在北极地区增加了风险 日本时报 北约对中国在俄罗斯北海航线上的活动感到担忧 担心其商业和科学利益 可能导致中国在北极地区存在军事存在 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罗布 鲍尔海军上将对中国的意图表示担忧 并强调了中国船只上的军事科学家的存在 北约特别担心中国与俄罗斯的扩大关系 包括在能源和交通方面的合作 这导致俄罗斯通过北极水域 向中国的原油出口大幅增加 中国啤酒生产商青岛啤酒 在员工小编视频走红后展开调查 南华早报 青岛啤酒厂 中国第二大啤酒生产商 因一名工厂员工 在原料上撒尿的视频走红后 已展开调查 视频显示一名南工人爬上一个高墙容器 并在容器内的物品上接手 青岛啤酒表示已与警方联系 并封存了相关的麦芽批次 该公司一直试图利用年轻中国饮酒者口味的变化 扩展到精样啤酒和其他产品领域 日本将任命前亚洲事务主为中国特使 日本时报 预计前高级官员和亚洲事务负责人 将被任命为日本驻华大使 目前担任印度尼西亚大使的他 成为七年来首位无需接受中文培训的大使 由于日中关系依然紧张 他将面临艰巨的任务 贵州茅台的抛售预示着中国股市的反弹 分析师们 南华早报 中国酒业巨头贵州茅台的股票 出现了近一年来最大的下跌 分析师预测市场底部即将到来 在过去十年中 该股票的大幅下跌 往往会在基准指数 CSI300指数上涨之后出现 在2013年下跌19%之后 该指数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上涨了6% 而2018年10月下跌25%之后 基准指数上涨了23% 去年10月该股票下跌23%后 CSI300指数在接下来的6个月中 上涨了15% 美国增加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 以应对对其军队的袭击 南华早报 美国正在向中东派遣 末段高空区域防御TED系统 和额外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营 以应对最近对美军在该地区的袭击 这一决定是在以色列加沙战争期间 该地区的紧张局势飙升之际做出的 五角大楼已经将2000名军队 置于高度戒备状态 这次部署是拜登政府在两年前 从中东撤回防空系统之后进行的 FED系统拥有强大的雷达 此前曾部署在韩国 引起了中国的愤怒 自以色列与哈马斯基金分子之间的冲突开始以来 对美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袭击有所增加 阿根廷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前往投票站 路透社 阿根廷将于周日举行大选 预计该国2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将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 目前领先的是极右翼自由主义者哈维尔 米莱伊 他承诺要用电锯改变经济和政治现状 愤怒的选民纷纷支持他的观点 对高通胀和贫困率感到失望 米莱伊面临来自中间派佩罗尼斯特经济部长塞尔吉奥 马萨和保守派帕特里夏布尔里奇的竞争 选举很可能动荡阿根廷市场 并影响其与贸易伙伴的关系 获胜者将不得不应对一个生命线上的经济 央行储备已经耗尽 衰退正在逼近 中国的一带一路十年 一万亿美元取得了什么成就 金融时报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对是迄今为止由单一国家实施的最大多边发展计划 但该计划面临批评 因为许多项目已经搁置 导致发展中国家积累了不可持续的债务 腐败也玷污了该计划的形象 巴基斯坦是对资金最大的国家受益者 但该国难以实现新基础设施 将帮助其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雄心 根据国防情报公司Jains的数据 62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CPC远未达到其愿景 其中40%的项目遇到了麻烦 此外 更少的中国企业对在巴基斯坦设立工厂 表现出兴趣 剥夺了政府所需的外汇收入 以偿还其非卢比借款 尽管如此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巴基斯坦的外债 从2015年的500亿美元增加到去年的1000亿美元 中国债权人集体是最大的债权人 约为300亿美元 为了扩大BRE的影响力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 该计划将扩大以增加科学交流和合作 甚至进行制度建设 欧盟支持乌克兰 但对以色列有疑虑 这样行不通 彭博社 欧盟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持续冲突问题上 与其目标受众脱节 尼尔 福格森在彭博社的观点中写道 虽然欧盟领导人对以色列的行动持批评态度 但包括德国 奥地利和意大利在内的大多数欧洲选民认为 以色列有权自卫抵御恐怖袭击 福格森认为 欧盟领导人与目标受众脱节 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首先 他们担心新一波难民潮和恐怖主义的复兴 其次 他们担心冲突对能源价格的影响 最后 他们希望避免分散美国对乌克兰局势的注意力 然而 福格森认为 欧盟的策略是有缺陷的 因为乌克兰和中东的冲突是相互关联的 而中国对欧洲安全构成的威胁 比欧盟领导人意识到了要大 相比之下 美国总统乔拜登通过表达对以色列安全的支持 有效地应对了他的目标市场 然而 福格森警告说 拜登的做法在长期来看可能不会有效果 因为他质疑如果伊朗和中国继续采取侵略行动 美国将会怎么做 新的美国对华芯片出口限制将升级科技霸权之争 南华早报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消息 美国已加强对中国获取尖端计算机芯片和制造设备的限制 此举被视为为了关闭之前限制措施中的漏洞 防止中国发展用于军事目的的人工智能 中国商务部表示 北京对最新的芯片限制措施强烈不满 并警告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其合法权益 美国的决定出现在可能在下个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论坛上 举行的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之前 观察人士指出 北京迄今为止的反应相对温和 表明中国倾向于淡化双边分歧 已被预计将举行的习近平和乔·拜登之间的会晤 新规定对向40多个额外国家出口先进芯片实施许可要求 以防止这些技术流向中国 中国税务部门对苹果供应商富士康进行税务检查 雅虎 根据官方媒体消息 中国税务部门最近对台湾电子制造商富士康的办公室进行了搜查 该公司在中国雇佣了数十万名员工 报告没有提供有关搜查的进一步细节 搜查地点包括广东、江苏、河南和湖北省 中国国有媒体《环球时报》援引的一位中国专家表示 在中国运营的台资企业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菲律宾、中国争端 美联社 中国海警船和另一艘来自海上民兵的船只在9月16日 与菲律宾海警船和军方运输船在一处有争议的浅滩上相撞 这一事件引发了人们对争议的南中国海发生武装冲突的担忧 目前没有报道有人员受伤 船只的损坏情况正在评估中 这些事件发生在第二托马斯潜滩附近 菲律宾一位高级安全官员表示 如果菲律宾船只没有能够迅速躲避中国船只 情况可能会更糟 美国是菲律宾的长期盟友 立即谴责中国的行动 中国海警指责菲律宾侵入其声称的中国领海 美国驻马尼拉大使玛丽凯·卡尔森表示 美国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新干扰菲律宾合法补给任务 前往爱云庚潜滩 将菲律宾军人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马尔代夫揭示了印度的反华遏制战略的逆效果 日经亚洲 印度在马尔代夫的外交挫折提醒人们 印度在应对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方面面临的挑战 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 该新闻网站称 印度与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等较小邻国的关系 因为人们认为印度试图主导该地区而变得紧张 在上个月的选举中 印度总统伊布拉辛 穆罕默德 索利赫被反对派候选人穆罕默德 穆伊族取代 后者指责辛德里干涉马尔代夫事务 印度在马尔代夫投资了数百万美元 资助项目以对抗中国的影响力 然而 该地区普遍认为 印度是在保护自己的地位 而不是帮助邻国 这削弱了印度的努力 北京在澳大利亚州长访问前审查葡萄酒关税 金融时报 中国已经启动了对2020年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的惩罚性关税的审查 这表明两国关系可能出现缓和 此举发生在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内斯下个月访问中国之前 这将是澳大利亚领导人7年来首次访华 预计对关税的审查将需要大约5个月的时间 澳中紧张关系的缓和还导致两国之间的贸易限制解除 恢复向中国出口散装葡萄酒将为澳大利亚的红酒行业提供救济 该行业一直面临产能过剩的困境 中国央行行长表示 中国将加强经济复苏并控制风险 路透社 中国人民银行PBOC将专注于扩大国内需求和防范金融风险 推动经济持续复苏 这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工胜的说法 央行将使其政策更加精确和有力 引导金融机构降低实际贷款利率 降低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成本 中国人民银行还将激活资本市场 保持人民币稳定 并防止跨境资金流动异常不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也是您最喜欢的观察员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国际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 我们关注了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争端 这两个国家相互指责在争议水域发生了碰撞事件 不过 幸运的是 没有人员受伤 这是近期 两国在该地区发生的一系列对峙事件中的一起 这种紧张局势 对于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度有一定的影响 我相信 只有通过对话和合作 才能解决这些争端 实现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接下来 我们关注了乌克兰的局势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导致了许多人的伤亡 这种暴力行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我们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 只有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 才能实现持久的和平 另外我们也关注了一些商业和文化的新闻 比如 比利时巧克力制造商 Godawa计划在日本扩大其产品组合 并希望发展成为一个全球奢侈食品集团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我们品尝到更多美味的食物 此外 我们还报道了一些跨国婚姻的故事 尽管面临着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 但许多跨国夫妇都成功地建立了幸福的生活 爱情没有国界 只要我们相互理解和尊重 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最后 我要提醒大家 关注中国和海湾国家的合作 中国希望在各个领域 加深于海湾国家的合作 特别是在能源和新能源汽车行业 这对于促进地区的经济繁荣 和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和我的观点 现在我邀请大家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